据传说呀 在人中年间 有一户大户人家 这家主人呢 叫菜园 菜园就得了一种怪病 每到月圆之夜 他就嚼着浑身刺闹 而且对着月亮嚎叫 就好像一头发了狂的野狼 这村里人都怕他 看着他都纷纷的躲着他 因此啊 这菜园就格外的烦恼 求医整病 花费了万两黄金 也不见好转 菜家老爷呢 因为他的病 上火最终又死了 这家境啊 渐渐的也就落下去了 这菜园啊 年过四十了 还没成家呢 这谁也不肯 把自己女儿嫁给他 这菜园呢 就很是落寞 整天里就已久度日 说有这么一天哪 一个鲜油的老道 在街上就碰到这菜园了 看了一会儿他的面相 微微一笑 这位老爷 看你面相仁慈 定是大富大贵之人 这怎么一副忧愁的样子呢 这菜园啊 闲着没事 想到自己家地里去瞧瞧 这冷不妨冒出一个人 跟自己说话 一下啊 竟然没缓过声了 因为已经很久 没人跟他说话了 一时间呢 他愣了 过了好半天 才吞吞吐吐 这个这个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这老道听了一笑 哈哈 哎呀 这大街之上 只有你我二人 难道还有别人吗 啊 哎呀 哎呀 你走吧 我怕吓着你 这菜园啊 有人跟他说话 本来挺高兴的 但随后又想起自己的病 摇摇头 叹了一口气 就准备离开 你这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怎么会吓到我呢 这老道有些疑惑的 就问了一句 其实啊 这菜园也舍不得 这老道走 这毕竟有人和自己说话了 一瞧的情况 就拉着老道 找个疏忍 就把自己的情况啊 一五一十的讲了一下 那老道听完以后啊 不但没害怕 反而大笑起来 拍拍菜园的肩膀 哈哈哈哈 别着急 这个病啊 我能治 但是呢 菜园一听有戏啊 没事啊 不怕花钱 要多少钱 我给多少钱 就算倾家荡产都行 菜园一听 这能治自己的病啊 赶忙跪倒 求那老道 哎 不可不可 你一战节其身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这老道顺手就把这菜园 给拉起来了 两年之内 你尽管做善事 你尽管做善事即可 两年后 我再来救你 把这个 先吃了 然后 就去做善事吧 这老道说完呢 就从深杯的葫芦里 倒出一颗呀 鲜红鲜红的 跟雪似的 这么个药丸 就递给他 菜园接过来 就搅着全身的一阵阴凉啊 刚要问那老道 结果发现那老道啊 已经收缘了 一寻是我都这样了 吃吧 把这药丸就给吞下去了 就觉得这胃里呀 一阵苦酸 就搅着要吐 可是一想自己的病 得了 忍着吧 急急忙忙的往家走 刚到门口就忍不住了 呼的一口 就吐出一团 又黑又臭的水 吐出来之后啊 就搅在这身上 轻松多了 当下就明白了 这自己是遇上神仙了 得了 我得听神仙的话 我赶紧呢 我做好事去 在此之前呢 这大伙看着菜园啊 都怕他 他这主动过去啊 你别说还真挺难的 这好多人看着他 吓得就赶紧跑了 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这下可把菜园给苦了 最后绞尽脑汁 终于想出一个办法 这村里啊 有个穷老汉 自己一个人呢 住个破草屋子里 这菜园啊 就雇人给他修建了新房 又给他花钱 修了路 这接二连三的办好事 终于啊 就打动村里的人了 一个岁数大的长辈 这胆挺大的 就来找着菜园了 就打听 这为何要这样 这什么情况 菜园就把自己 遇见神仙老道的事情 讲了一遍 说来也奇怪 自从吃了这神仙老道的腰丸以后 这发病的几率啊 大大降低了 一年到头啊 也就发那么一两次 而且都是很轻微的 这位村里的长辈 听完以后啊 就相信菜园了 也感谢他 为村里办了好事 就赶紧呢 替他宣传去了 时光如梭 是转眼即过 一晃啊 就到了第二年 这大家伙都知道啊 那神仙老道要来了 全村的老少啊 都在这书院底下 等那老道来 这菜园呢 更是摆下了美酒佳肴 跟着等着 日子一到 那老道啊 果然是如约而至 这菜园一见啊 哭疼一下 跪在老道身前 就表示感谢 快快起来 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德 我怎么能承受 如此的大离呢 那老道赶忙把他扶起来 菜园站起来啊 便诉说自己的这段经历 然后说出自己啊 还有病发的时候 期盼那道长啊 再刺一枚药丸 就把这病啊 给他治好得了 老道一听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不必再吃了 村里人还以为啊 那老道不给药了 便有几位长辈 一起过来啊 给这菜园讲情 那老道一听笑了 哈哈哈哈 老人家不必惊慌 我今日前来 就是要给他跟着的 大家随我来吧 这老道就静置来到 菜园的后院 指着一个屋角说 在这里挖开 碰到东西便停手 这些邻居啊 网儿里受了 这个菜家的好处 接着正好赶上报答 就不用菜园吩咐 气得哭吱 上去就挖起来 挖了三尺有余 突然一个汉子 这铁铲 就碰到一个坚硬的东西 哎哟 还真有东西 好好好 快上来 用桃木去挖 这道长又吩咐道 在菜家后院啊 就有桃树 早有人就过去 给掰起来 封给大家 就开始挖起来 不一会儿 一个一尺长 两尺宽的 一个方形石块 就挖出来了 把上面的土呢 给扒了下去 就露出奇怪的花纹 这老道说 打开这石棺 把里面的狼骨烧掉 然后 埋在桃树下就行了 大伙一听 这是个石棺啊 早有两个壮汉 就拿着铁签啊 叮叮当当 就把这石棺 给凿开了 一打开石棺啊 一鼓的黑烟 就迎面扑来 黑烟过后 一副完整的狼骨头 就浮现在眼前 这是狼腰的石骸 早些年间 被你祖上的人 打死了 然后你家祖上 就害怕的狼魂 残害僧人 便把他 葬在彻底了 众人一听啊 都害怕了 怕的狼魂再回来 便麻利的 把这狼骨头 赶紧烧了 就埋在桃树下了 处理完 这个狼腰的尸骨 菜园高兴 摆去宴席 这席间呢 这菜园就说 仙长啊 这狼腰早死了 为何会上我的身呢 道长听了一笑 恐怕是你有负于他呀 他向你讨要报仇了 菜园一听那话 脸刷一下红了 他就想起小时候一件事情 那时候啊 在菜园十一二世 他就喜欢上 一个叫小灵的丫鬟 就死皮赖脸的 追着讨好他 那小丫头啊 也不忍着 最终就顺从他了 后来被父亲发现了 就把他毒打了一顿 而那丫鬟呢 被撵回家了 也没脸见人 就上吊蛇了 这菜园追悔莫及啊 便在这桃园里 就许些誓言 如果哪个神灵啊 能让自己在梦中 跟小灵见成一面 自己就给他盖个庙 竖个金身 可碰巧的是啊 那天晚上啊 他还真就梦到这小灵 他的心愿了了以后 结果啊 后来就一直梦到一只狼 就忧愿的看着自己 这时候他才明白啊 自己竟然办出了事 不由得懊恼不疑 那时我路过你们的村庄 无意间看到你一家后院 是阴气沉沉 便做法套出了狼魂 问清楚之后 便答应他偿还债务 你往日里做的好事 便是在抵消以前的承诺 现在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果然啊 从此以后 这菜园啊 再也没发过病 反而这人呢 还更加精神了 过了一年 又讨了一房媳妇 生下了一个 白白胖胖的小子 这小日子 过得也越来越滋润起来 从此以后 这菜园啊 就一直做好事 最终啊 得了一个高寿 这个小段就讲完了